这一条路就是通往新族监石乡知名的温泉饭店的道路 不过这条路的地主认为隔壁的饭店业者并没有友善使用 边坡发生崩塌却不做水饱工程 且经过一年的反应却都得不到证明的回应 打算拒绝让隔壁的饭店业者继续使用 那个土是一直探邦 我们有多少的土可以探下来 那如果不挽救的话 打电话向饭店业者要求回应 赖兴业者却声称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又将责任推向罗姓股东 地主认为当初的对口赖先生推卸责任 立即到派出所备案 这条路是谁开的 之前是给那个 直到下午三点 赖兴业者委托包地 至兼十分座所协商 并针对道路使用做出回应 我们的态度就是说 我们公司会出面来主导 说要跟乡公所争取 做水饱的这个区块 因为之前他林太太 他可能比较不了解说 乡公所的运作方式 你私人去的话 他是没有办法同意你做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算是公共工程 然后这条路有那么多人在使用 要大家用路的一起来推动 才能够符合说乡公所的那个 他做这个小工程的那个目标 地主妻子表示为了不让土地继续流失 就是不愿再让任何人来使用 但赖兴业者表示 当初土地开挖道路 是取得灵性地主的同意 且乡公所认同同意书之后 进行道路开辟 经过十年的使用 无任何意义 因此被认定为继承道路 针对水饱问题 将会与附近有使用该道路的地主 要一起向乡公所取得边坡修缮的经费 这听起来 似乡赖兴业者有意要处理水饱的问题 但林太太听闻自家的土地 变成了继承道路 简直不敢置信 表示当初土地无偿给饭店使用 却让土地不被友善的利用 如今还变强了公家用的道路 将会寻法力途径 讨回该有的公道 但到底地主的土地 是不是已经成为了继有道路 仅是耐心业者的单方说法 坚实相公所表示 还必须要再调查 记者八路马耀 新竹坚实采访报道